我们来看看美国跟台湾之间 会不会出现一些 什么样特殊性的变化 这个美国议员呼吁说 美国台湾直接建交好了 并且要终结一中政策 废除对台湾交往的限制 这位议员他是那个 这位议员他是Tiffany 他说美国跟台湾缺乏正式的关系 等于像是用对待北韩伊朗残酷政权的方式一样 来对待台湾的民主政府 直接破这个题 他希望美台来建交终结什么 过时的一中政策 再来看美国民主党提出 美国领导2020法案要来制衡中国 这也是民主党宣布的自家版本的对中法案 估计要花3.5亿美金 强化美国竞争力重组跟北京的外交结构 事实上美国民主党在争取选票当中 如何的跟中国竞争 也是他们着力很大的地方 今年8月在民主党的党案之中 直接也说要废除一个中国的政策 如果美国越来越把台湾当作一个正常的国家 那么这个确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谢志伟他也有讲说 他现在要走叫做一台政策 欧盟成员也考虑放弃一中政策 刚刚新闻当中您看到了 这个我们跟美国方面驻联合国的大使 一起故意在光天化露天的地方吃饭 就是让人家看到台湾跟美国驻联合大使 有公开的谈话 而且那句谈话深具意义 是 其实这个我们的驻联合代表处的这个处长李建章 跟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craft的见面 这个照片是美联社拍出来 那国务院也给他放上去 所以你看这个手法就知道 其实美国是公开主动的告诉全世界 特别是告诉习近平 我现在认台湾要加入联合国 那事实上craft也在这个讲话当中 也透露出美国会帮助台湾来实质的参与联合国 来参与联合国的这个事务 那有些人会认为说 这有两个方向 一个是是不是我们这个加入联合国有望 不过坦白讲 台湾还是一个很务实的国家 你要一步到位立刻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那我们的整个的国家的主体性 这个可能要先厘清清楚 那这个是有一定程度的难度 但是是可以推动 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也支持 你可以看到美国的国会 已经有这种声音 美台应该建交 这是一个区块 第二种 如果在联合国的实质的事务的参与上面 我举几个例子给各位观众朋友参考 联合国有很多专门组织 我们都只记得WHA世界卫生大会 可是如果什么叫实质参与 当年大概201213的时候 巴勒斯坦 这个也是一个长期在中东 受到欺凌的一个实体国家 他当年参加了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那个世界遗产 有没有 都要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证的 那他当年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时候 他是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这个所在国 大家一起投票 投票的结果 一百多个国家赞成 结果他就加进去了 加进去之后 因为以色列就很生气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以色列当然就退出了 是这种实质的参与 过去我们因为没有强力的 这种国际社会的支持 我们恐怕求助无门 但是像这种积极的参与国际事务 未来我们是不是有可能 和美国的合作 和这些在民主同盟国家 同样有价值的 这些国家的支持之下 更实质的参与 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这一类的 或者是的国际组织 各位想一想 以前我们如果要 譬如说澎湖 大家记得澎湖那个选武员 我们不是要把它申请成 联合国的这个文化 文化遗产吗 自然遗产吗 大家就还乐 这个联合国的自然遗产 澎湖的选武员会变成 中国澎湖选武员 等等之类的 现在不用 如果有一天我们实质的 可以这样推动 我们成为教科文组织的 一员的话 那我们就是台湾 台湾加进去 那这个文化遗产就是台湾 这个自然遗产就是台湾 我们就彰显了 我们作为一个 跟中国不一样的 主权国家 所以你比较务实的思考 你会觉得我们可能是 在美国的支持之下 循着巴基斯坦模式 可能可以先在联合国的 周边组织之下 他叫做专门 他叫做专门组织 联合国有一系列 十五个专门组织 他可以在专门组织 一步一步的推动 当然我们也期待 如果在联合国大会上面 有更多人帮我们讲话 一步到位 那是最完美的状态 可是如果没办法 国际政治毕竟有 他现实的一面 可以一步一步的 在刚刚提到这些 专门组织上面的参与 甚至成为他的会员 我觉得这个台湾 是非常非常大的外交突破 所以现在真的是来到了 一步一卡印 是对 台湾真的有机会 而且这是对台湾 现在是台湾整体外交 最好的时间 然后我们要稳健 我再补充一点 刚那个谢志伟大使 讲的那个部分也是一样 事实上那个讲法 应该怎么讲 就是说以前中国都在喊说 你们要遵循 One China Policy 一个中国政策 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现在欧洲 事实上从上礼拜 梅克尔跟这个习近平 他们这个峰会结束之后 欧洲就已经有一种声音 没有错 我们以前是One China Policy 叫做一个中国的政策 现在我们要重新 整个欧洲 要去重新讨论 一个中国政策 就是我以前是我们遵守一个中国 台湾中国 对啊现在是一个中国的政策 中国中国到底是什么 台湾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 我们要重新的讨论 重新的去界定 而且直接跟这个中国呛下说 你中国不要来指指点点 我们是一个欧洲 我们有完整的一个政策 所以其实你看全世界 重新都在检讨 这个所谓的一中政策 民主党这个更直接了 民主党他源于两个 一个选举的压力 拜登一直被认为是亲中的 所以从八月份 他把民主党党纲 直接拿掉 就没有一中了 那以后假设是拜登当选 那是不是按照民主党党纲 就不用遵守一中政策 所以它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那这次又新加了 美国领导2020 这样子的东西 其实它是什么 直接挑明的告诉你 我开始重新思考 重新建构 过去美国的对中政策 把一中抛弃之后 我要弄新的出来 民主党这样做了 我们等着看 川普要不要加码 你民主党都说 你川普共和党的 他要不要加码 说我们也要来检讨 我觉得这个机会 在未来一两个月 十月惊奇还有得看 好 我们刚刚一整个小周在谈 这是整个国际的 一个大战略的情况之下 如果说国民党 只着远这个美猪 这件事情的话 到底呢 对不对 会不会因小而失大 再来看看今天的立法院 五猪都出场了 我真是太佩服国民党了 来看VCR 号称国民党美猪 最强棒的蒋万安 对上行政院长苏贞昌 直询还想落台语 当国民党一直在讲 来一颗都怕它没有问题的时候 你还在美国 吃美国的牛肉跟猪肉 我没有 院长你不知道不清楚 不用卖短贡 蒋万安讲台语卡卡的 没想到下一秒 还被苏贞昌来一记得马强 你在美国吃美国牛肉吗 我吃美国牛肉 我不会每天吃 你有吃美国猪吗 院长 我先来质询你 我问你 你就不敢回答吗 我当然吃 但是我不会 我当然吃 所以 所以 你有出事吗 我不会吃猪肉 吃这么多的美国猪肉 苏院长一个反问 让贾万安当场被问到 于是还承认自己早就吃过美猪 同样被电火球回马墙打到的 还有陈以兴 你等一下要跟柯拉齐四季 要记民 你要跟他要求 你要跟他说什么 你要跟他说国会意见 要跟他说人民意见吗 对 我会跟他说国会 国民党一直都关对 我会跟他说 把我名字看谁 要当面跟美国告状 这一记把跟美方友好的陈以兴 打得说不出话来 苏仁昌面对栏尾大战 美猪强势回应 就连面对民众党 反击统统统自己抬 来 刚刚局长 好 刚刚院长也讲了很多 我想看一下你的报告的第三页 陈吉仲拿麦克风想反击 苏仁昌当场压下麦克风 自己上阵 反抢蔡壁如 主导风格强烈 但面对栏尾之一 也不是每一个都这么抢 这个换了位置就换了脑袋 没有啦 另外这个 你看我脑袋一样 都很一样 好 一样是电火球 国民党拿美术开刀 主动要求苏仁昌来报告 过程中桑杯葛被苏仁昌反抢 找人来报告还杯葛等于自打脸 而电火球的战力 也变得国民党满头包 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国民党磨刀磨磨磨 觉得这个瘦肉精食安议题 应该就是他们主战场 要拼下来 这段要拼下来 给苏仁昌反问一句 你留学美国那么久 你在美国那么久的时候 你吃美国猪吗 一句话讲完就愣住了 这个我实在是有点压力 他本来想要制造贫富差距 那个美国牛很贵 我们没有常常吃美国牛 那美国猪你吃吗 我是说我很压力 因为这个讲话来也算是 国民党内的一个政坛的明星 结果三十秒马上被KO 所以我就讲 为什么他们会很容易被KO 因为坦白讲他们的逻辑是前后矛盾 就是说他们是在拼政治 不是在拼食安 可是就是要假借食安这样的一个大帽子 去包装 我觉得刚刚这个主持人 你前一段讲 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国际大环境 在改变的时刻 要不要掌握这个契机 所以坦白说第一时间 我们针对这个美猪的这个进口 我们也开诚部跟我讲 我们绝对不会说没有 我们纯粹就是都不是为了什么国际 贸易的转变 这个就是纯粹就这个美猪要进口 然后没有其他的附带条件 也没有其他的这个想法都没有 没有第一时间政府也就跟大家讲 就是说在食安一律 我们可控制的情况下 那怎么样可控制 包括说我们也举例说 三十三年每天吃 其中要这个每天吃三十三片 吃五到十年 然后吃这样的分量 才可能会有食安的疑虑 也做出了这样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标准 那另外也告诉你说 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上 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所以我觉得我看起来是比较遗憾是说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这个包括 美国的这个众议员提出来说什么 美国众议员提出来说 那希望这个美国放弃一中原则 跟台湾建交 我看到说美国政坛竟然有这个要求 协助台湾重返联合国的呼声 我跟大家讲 真的是真的是坐在椅子上都快掉下来 这过去如果台湾有这样的声浪 会被说什么 说你是国际的这个麻烦制造者 然后美国一定使出各种手段 要求你台湾不要预约这样红线 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做 美国主动 由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 主动提出这样的一个诉求 所以我常常讲 台湾的问题越国际化 台湾越安全 台湾的问题 如果像国民党 一直把台湾的问题 中国内政化 中国的这个内部化 什么九二共识 一中原则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只会让台湾的路越走越窄 而事实上现在的国际县市 已经证明了一切 民进党走的路线绝对是对的 那我们也希望在这个节骨眼 我觉得国内选举难免有竞争 可是面对这种国际潮流 如此更迭的情况之下 我们希望国民党 不要老是扯自己的后腿 因为你扯 现在执政党的后腿 其实你就是在扯 台湾人民的后腿 难道我们要争取国际地位 难道我们要顺应世界潮流 难道我们说是 要有一个什么经济练那些 就一定要吃瘦肉筋的牛肉吗 难道是我们要去吃瘦肉筋的牛肉 跟猪肉才能够得到这些吗 难道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难道没有说可以像欧盟一样 你可以开放跟美国谈 你台湾就这么小 你要务实 朱立伦都讲 如果台美建FTA 国民党是愿意吃美猪 你要务实 我们台湾就是这么小 我们就是要靠大国保护 现在有一个消息传出来说 在野党大炒毒株 乱了台美经济对话的节奏 我们先回来看苏贞昌访问说 你吃美国猪吗 他是怎么讲的 这个蒋冠安他本来摩拳擦掌 想说这食安我专业了 那个他的 苏贞昌就问他说 你在美国吃美国牛肉吗 蒋冠安说我吃 我不会每天吃 苏贞昌又问他说 你有吃美国猪吗 他说院长 现在是我在咨询你 苏贞昌就说 你不敢回答嘛 蒋冠安就说 我当然吃 苏贞昌就说 那你有出事吗 讲完这个之后 我不会吃猪肉吃那么多 他应该说 我没有吃那个含瘦肉精的猪肉 他不知道他有没有吃含瘦肉精的 然后再来看看 美国会标示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 陈玉珍为了美国猪 刚刚在那边捂猪 对不对 他为了抗议美猪 他做了一件事情 9月1号去跟捷克的 参议院院长抗议 大家想说你到底定了吗 今天在发动这些人 陈玉珍最近是很红的 假手他人万安警报 全副武装到立法院冲撞 伸手林长佐的裤带 那么罗志祥也觉得 这是他可以炒作的一个话题 为美猪到敌化街呛阿忠 结果只有一名支持者在台 这名支持者又被王帝宇踢爆 就是那个国民党的党员 所以我请问一下创下 这美猪的议题 到底国民党还应不应该这样炒作下去 国民党真的这几个立委 真的很弱 弱到什么程度 陈玉珍不够强吗 不是你要抓到议题 让人家得到社会支持 今天的问题是 要做好准备 讲完问了这个真实以后 后面就讲没有吃这么多 对啊 关键就是不用吃这么多 对这个数量是一个关键 然后陈以信也去打苏贞昌 就苏贞昌他就讲说 你今天跟待会晚上的时候 跟那个柯拉克见面的时候 你会不会谈到美猪的问题 有时候国民党就是做球给民进党打 所以当时说会 我会说国民党一直反对 结果陈以信就讲不出话来了 所以然后其实国民党真的 我是觉得完全缺乏谋略 没有方向感 所以这件事情让国民党完全失分 包含的是那个陈时中去迪华夜市那边 你这个时候你要抗议 我就想说在野党要抗争 天经地义 我们是民主国家 我们不是共产国家 我们支持在野党抗争 但是你抗争要有样子 你怎么会找一个 连个临时演员都找不好 你不是 应该是有很多的 党校的负责人 对不对 你带几个人 号召几个人 号召力都没有 最后发现说找个临时演员 找个临时演员 还是你们党内自己的人 国民党今天的问题是 台湾有没有人对于美助这件事情 心中有意见 有 不然不会有七成的民调 但是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这样的效应 是大家心里都有答案了 大家心里都有答案 就是第一个 这个情势之下 显然没办法出 没办法去拒绝 第二个 每个人有的选择 有的选择就是 你自己看好了 因为到时候真正进来之后 到底有多少人去买美助 到底有多少人是会买 大家心里就知道 我不会买 大家也做好选择 所以在此时此刻的时候 国民党选一个 大家已经知道答案 有对策的一个议题 我们被逼着要进口 谁愿意 但我们跟你讲 是不是不愿意 你能说不 你问题是这个议题里面 你可以有其他的方法 但我们如果说国民党作为一个 合格的再压的党势 国民党的抗争到位的话 我们就可以要跟多东西 那你国民党抗争又不到位 又不知道在演什么 连临时演员都出来了 当你无限下限的时候 大家只看到的就是说也许豬八戒吃点 瘦肉筋会变瘦一点 我们来看一下国民党的抗争 这个 这个就是罗志祥 为美猪在迪化街 呛阿中的画面 就是这样 这张立法院前面反萊猪 顾健康就这样 说真的 美国也会舆情收集 美国舆情收集说 国民党反对很激烈 最多的人就是这一张的时候 美国会笑人家国民党 其实你那个人出来那么少 反而被他看破手脚了 其实多一烙 国民党你反对党认真一点做 多烙一点人骂 那结果因为前几天有媒体就说 你看称之中出来都被人家呛瞎了 呛得那么难听 被骂得很难听 结果被一抓发现说 国民党自己派人来做灵眼 我们来看VCR 一划街永乐市场 这名富人怒呛诚实中 都是因为不满美猪进口 他刚才来 来这里够买吃 这买醉了这么多 当时买醉了 我决定不吃 我叫大家不要吃 一旁民众不断安抚 富人就是劝不听 不过有网友觉得他超眼熟 怎么一追大发现 穿着国民党党代表背心 原来这名富人名叫曾珍珠 七十岁是现职国民党代表 才曾经是党代表副执行长 二零一四年参选过 大同区大友里长 却只拿到三层多选票产牌 不过国民党的抗争场 何都有看到他 穿着党代表的衣服的身影 网友更大酸 原来又是中国国民党人士 又是在演 很会装路过民众 不意外 这一场所谓的 呛陈时中的一般民众 事实上是国民党的党功 那如果要演的话 演员也找远一点的 你找那个究竟 大家都认得 这样演的就不像 我...我是党工 国民党派我去 哪有派人去 我今天当志工吗 我今天当志工啊 你当代表是不对啊 当代表是怎样 我也没有骂他混动 你们就给我骂他混动 我给我骂他 他说你叫... 对富人开枪 陈时中并不以为意 因为当天富人在现场 根本劝不住 没有我们这样 那个民众被起底是党工 好 专国的背心 专门大家团队 如果继续要讲他就去讲 甚至国民党隔世院长罗志强 在永乐市场外开讲 曾姓党代表还继续当路人 站上台唱所欲言唱独角戏 底下一位听众都没有 丝毫没发觉 自己的党代表身份已经被骑毙了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其实有一些媒体马上大作 马上作说被民众大呛 你自己吃 陈时中逛低话商圈 视察猪肉包圈 那个呛瞎 大家想说民众大反弹 这个梗图马上做出来 你以为真的是一般民众 呛陈时中部长吗 不是 是国民党党工 选过大同区的党代表 那洛源刚刚看新闻的时候就讲 党工就不能呛瞎吗 也是可以 真的 蓝毅宗你怎么看这件事 可是因为一开始 他当时这个画面出来的时候 新闻的标题就是说 陈时中去大道成 被妇人呛 被老妇人呛 老阿嬷呛 所以这个老阿嬷 他形塑的一个刻板印象就是说 好像整个市场的老阿嬷都会骂 这个就很严重 所以一开始对国民党来讲 得分 我觉得冲到 陈时中那时候还是跟那个谁去 跟那个黄珊珊 去用呛瞎 所以得分 结果后来你知道 后来发现说这位老阿嬷 他是党代表的身份的时候 这个东西 他老阿嬷这一个代表的时候 好像是庶民 大多数市场的阿嬷在骂 这个就变成是 原来你是党工 所以不是说党工不能骂陈时中 当然可以 可是他第一时间给人家的印象 不然你就开始就请国民党的背信 说你阿嬷是国民党来 我要跟你骂陈时中 那这样就没有问题 国民党女战将 我就是国民党来 战将给你妈 但是你一开始是用一个 庶民的形象去骂 所以这个反差之间 一来一往之间 所以然后骂失分 国民党又失分 所以国民党又失分 这就是开始以为得到分 结果又失分 那我要讲 国民党最后这件事 就是人家说 我觉得节奏出了问题 就是说不管是国内 市场也出问题 如果说在机场那里 我们常常讲说 你丢脸不要丢到国外去 那在家的建议 不要丢脸丢到国外去 因为我们陈韵珍 韦德其来也丢脸丢到欧洲去 克拉克来丢脸丢到美国去 他大概他已经丢到欧洲跟美洲了 还缺什么 还缺非洲 下次非洲有官员 他可能又要去丢脸 他要丢完丢完五大洲 他就说你没有节奏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 包括像刚刚讲的对答 他也没有答得很好的 就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我没有 这个美洲这个东西 其实每一个国家 你把它当作是一个贸易问题 美国就问一下要买来 你不能用什么毒株 莱克多巴胺好像吃了会有毒 这种东西对美国听到 气氛是很厉害的 好像我这个国家 他都不照顾我的人民 台湾人骂美洲说 你们反对人说 吃那个是有毒的 那难道我美国政府是瞎的吗 我给我美国的人民 去吃那些有毒的东西吗 这个东西对美国政府 他怎么跟他的人民交代 他明年不是要推公投吗 我就举另外一个例子 上次国民党也推了一个 跟食安有关的公投 就是所谓的反核实公投 那个公投其实也不是核实 但其实应该是说 反对日本辅导 及周边四线市的那个失误 那个公投当时国民党也说 把人家核实 讲得好像很不堪 所以公投后来有过 所以现在我们有两年的期限 但我跟各位问一个问题就好 你知道台湾人很爱出国 每一年我们去国外 最多国家是去哪一个国家 日本 日本每一年台湾 将近五百万人吃去日本 难道这五百万人吃 都不知道去日本 会吃到所谓的福岛 跟周边县市的那些商品吗 为什么你去日本的时候 吃得很高兴 可是这个东西 从日本要卖来台湾的时候 你就说他有毒 他有核能 这种东西你知道 完全说不过去 那自打脸 那国民党因为上一次 那个核实公投 他们得到了成效 他们用这种恐吓的方式 得到了他要的东西 所以他们这一次重新复制 可是你要知道 对国家安全来讲 这影响很大 最多日本企业很败 当你台湾想要参加CT CP TPP的时候 人日本也主导过 你告诉我日本 好像我的国家 都给我的国民 吃了核能的食品 那我这个国家还要混吗 所以这个东西说不过去 同理可振 今天美国也是一样 你把美国说 你们阿党人吃的 有毒的东西 那我觉得你美国政府 怎么跟他的美国人民交代 而且大家传到美国去说 美国人民说 好可怕 我们的国家 都给我们吃有毒的东西 那你是川普 你是拜登 你脸拉得下来 所以我说有些东西 你要把它搞成政治 你有它政治的攻防 反对党本来就可以攻防 合理 但是你要 你不要把这种事情 搞到连国际社会都觉得说 你们这些人 不但是为反对而反对 而且你侮辱我这个国家 这个事情才是我觉得 对台湾外交更大的影响 为了美珠 我们看到 这个国民党里面 已经表态要参选市长 有两个 一个是蒋万安 一个是罗志强 这次在美珠表现上 这个谁表现得比较好 范教授你来评分一下 刚才那个党代表 叫做真珍珠 不是假珍珠 是真的珍珠 这么巧 对 然后他出来真的 我觉得刚才一中讲得很对 就一开始的确 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一个 真的是个欧巴桑 出来阿嬷出来骂 结果后来又被人家 有这个庶民 对 那个反差很大 你国民党站在第一线 然后你那个真珍珠 又是党代表 又被人家揭穿 然后呢央视还告诉你 说你那个央视海峡论坛的 海峡两岸的节目主持人 还说国民党要怎么样 起始回生 两个 一个接受九六共识 参加海峡论坛 第二个继续进行 这个公投 这个美珠公投 反美珠公投 央视 央视的节目主持人 直接这样讲 就李鸿讲的 就李鸿 直接这样讲 对啊 他还没倒进来 开始来支点 指点两条名路 那在求和之后 表达他的善意 连李鸿都来支点国民党 那个不是李鸿 那是另外一个主持人 商城 另外一番的那一个 商城讲的 所以就变成说 商城指引一条名路 那你国民党你现在就照做 你也没有公开否认 我们绝对不是跟中国有关 你也没有 你国民党也没有否认 你吃下去了吗 那今天如果任何的这种抗争 反美珠抗争 是罗志强这种深蓝的 是陈玉珍 是叶玉兰 那我必须要讲 大家会认为 这个东西就不是公民议题了 那我觉得今天 你知道说 这个是一个食安问题 没有人相信 大家就认为 他就是一个政治运动 否则罗志强上面讲 怎么会下面没有半个人 旁边的人都要买猪肉 至少猪饭要站出来 至少猪饭要挺他 猪饭也没出来挺他 奇怪了 买猪肉也没有 每个都默默看了他 这个人在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就表示 你的议题已经变成 就是一个政治议题 当你认为AIT今天看到 你们国民党在那样搞 会觉得 会觉得你是 食安问题吗 绝对不认为 他会觉得你是反美猪 还是反美国 那你今天国民党还说 毒猪 那我跟你讲 你将体诚 将体诚说已经回心转意了 说要跟AIT吃饭 他之前拒绝 现在说 那AIT说 抱歉 我们的menu就一样 就是美猪 你要不要来 不行 我自己带猪肉去 我自己准备 还租我自己猪肉 这怎么可能 然后AIT的代表说 他还会讲 你说你在美国留学那么多年 AIT的代表说 你看美猪 我吃了 猪肉牌 其实我跟你讲 Codex的那个标准 确实是被质疑的 所以他有没有毒 我们会不会获言子孙 好 你说你买进来 大众不吃 到最后那些烂掉了 去当厨余好了 那对台湾会不会危害 你现在要组成一个公民团体 出来抗议 对不对 所以我 绕透一点 鼠蕾反美族团体 我会抗议 我跟你讲 你只要超过十个就好了 就比国民党动员的人 都还要多 我只要找不到十个 我去跳河 我跟你讲 我会找不到十个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有一个单位叫做USTR 担心台湾在野党的毒株宣传 担心公投是不是会过关 到时候又不进美国株 台美经济对话协商踩刹车 USTR是美国贸易代表属 担忧台湾最大在野党的 反美株宣传 认为现在承诺不一定可靠 现在承诺就是指 可能经济更多的开放等等 或甚至是FTA BTA 所以主张谈判进度 不能放太快 真的吗 秘书长 我觉得两个部分 第一个国民党自己 我还是觉得真的自己 好好做点功课 说来这边没有经济对话 经济对话 这是八月三十一号 史达委所提出来 建构这样的一个机制 国民党有多少专长于 国际贸易谈判的专家 甚至是前主要的官员 国民党自己也长期的执政过 你也知道 要建立一个经济对话的平台 八月三十一号到今天 两三个礼拜的时间 有这么容易吗 你要完整建立一个机制 跟平台的话 但是建立这个对话的平台之前 本来就应该要有一个初步的沟通 大家互相讨论 哪些东西要纳入这个议题里面 今天早上从沈容金 到王美花 到我们的科技业者的对话 到一些经济科技供应链 未来的整个 这个不叫对话叫什么 他只是还没有一个进入一个正式的平台 这个平台双方要可能要有一个签约 或者是要有一个正式的这种官方 对官方的机制的建立 我相信国民党 这个当过这么多前朝官员的人 一定知道这个谈判的过程 怎么还会讲出这么外行的话 说没有经济对话 他本来叫一个前期准备 短短的十几天 你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 够不够紧密 能够邀请到国务院的这种 这个排第三把手来 就这些议题这么完整的去做沟通 跟我们的业者 这是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的错误是什么 经济对话和贸易谈判 这是两件事情 刚刚创夏哥一开始就讲了 经济对话这是国务院的问题 这是战略层次的问题 贸易谈判 FTA BTA 甚至现在要启动的TIFA 这个是USTR 美国贸易谈判总署的问题 这是两个评级的单位 两个不同的事情 那今天贸易谈判总署 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启动 贸易谈判总署在 过去两年 我们跟美国的TIFA都停板 因为贸易谈判总署讲得很清楚 他当然他也会谈判 他爸说美租如果不开放 他跟台湾之间的贸易谈判 就没办法继续进行架去 那好不容易 在这个整体的评估 还有我们对实安的把关之下 我们现在决定要开放这个美租 那当然这个很多争辩 我就不谈了 但是当这个国民党 在推反美租公投的时候 你很容易让美国的谈判代表 就想到 你如果这公投过 又是操弄这种民粹的公投 那只要不公投的题目 都帮你想好了 这个含莱克波达安的美猪 吃了会损害我们的健康 你还要进筹美猪吗 一句话就说完了 这样子大家一定偷说不要 我们的公投门槛 在这种东西上面 很快就可以 很可能被通过 那贸易谈判总署 干嘛自己打自己的脸 说你公投 现在正在如何如何 被国民党推动当中 所以这虽然看起来 有点像是甩锅国民党 但是事实上是有它基础的 当然它有基础 因为它谈判的过程 就是这样子 因为上回跟马英九 总统谈判的时候 也是被挡下来了 那这一会儿 如果再挡下来的时候 美国那么早给你东西 又不是电头 民进党没有用公投 去搞这一套 对不对 民进党没有说 我们要来公投反美牛 反美租不要让他进来 就是你标准是什么 好那最后国民党决定 进美租 不进美租 当时马英九一开始 也是牛租一起进行的 Codex过了之后 他还是没有进 他还是这样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当时也没有去用公投 这个议题 去包装国际贸易谈判的 这种东西 所以其实在做这种 以把这个美租 所以你想要呼吁国民党 冷静一点 听一下制空 或者是执政过的 这个官员的话 对听听看这些执政的贸易官 你刚刚讲 肖万昌也在 然后那个王志刚也在 这些你看他们过去 怎么跟美国互动 这么长期之间 然后去评估一下 听听甚至国民党 这么多工商大佬 听听看 当台湾如果可以 因为这样清了FTA之后 对于台湾整体的经济 对于台湾现在在整个美国的 这种飞红供应链 到底有多大的帮助 国民党静下听来听听看 然后再来拟定相关的战略 你要真的要抗议 有抗议的手法 我们比较期待 这比较像样 比较像个在野党 其实美国那个 也是在玩这件事情 你知道美国贸易代表署 其实非常凶悍 我们听过那谈悍的 他其实先是什么 拿这个东西 反而当成一个借口 所以我们本来可以要更多的 所以我们本来希望 国民党把黑脸做好 让我们跟美国要 你做一个好的 如果是好的在野党 我们可以要更多 但是美国也是白脸黑脸 他们也很熟的 现在反而拿国民党 一个被看透的一个黑脸 那美国就说 可是美国不会认为说 美国心里知道说 你根本玩不起来了 但是美国会拿这个当借口 跟我们要更多 对 这叫做谈判 这是全世界谈判 美国是最会搞这种的 美国也担心你这个沟合 被你搞起来 其实美国 美国也是很阴险的 你看看 全世界都是这样子 国家利益 我们主要就是要贸易谈判 最重要就是 我们现在能不能签 FTA或BTA 双边贸易协定 可是现在他派了一个人来 是来跟你谈什么 谈个大政 不是 你这又论回了 你们回去研究一下 美国政府组织好不好 和职权 我知道 你派国务院来 你谈个大政院 你有没有谈到实质的经济贸易 国务院不等于行政院 国务院和 你应该派谁来嘛 你不应该派这个人来嘛 这个需要有时间 对 人家看他主要 主要就是 你们不要弄混了 你不要看到美国人 就认为说他是从国务院 管到内政部 管到法务部 你不要看到清楚吗 他以为可以管美朱 他不是中国好不好 不是 我跟你讲 你看到美国任何人 就要抗议 我是支持 我知道 你果然是陈云珍的好朋友 来来来 我是支持抗议 我觉得蓝云雀在吵这个 他们没有什么对话 我觉得是很无聊 那请问一下 沈容金 完美花 难道跟柯拉柯干嘛 去唱哪个是吗 当然有对话 还是两个人就四个眼睛互看 还是用手语 英文不好 英文不好 不能多说 这就是对话 不然怎么样 还要后面写个我们在对话吗 对话什么嘛 你谈什么 坐下来就是对话 台什么内容 大概要公告 可以公布 当然要公布嘛 但是哪些内容 对 那我们看到中午的餐会 很多企业在参加 也会把内容说出来吗 所以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可告人 那这次 这个克拉克 他本 因为我们知道美国有 土屋有六个次卿 一个是管政治的 一个是管军事的 一个是所谓的公众外交 就是NGO的这一块 一个是管人权的 一个是管他内部人事的 还有一个是管经贸的 那克拉克是六个里面 是管经贸的 所以找他来 我不需要讲 他最懂的 其实是经贸这一块 他本身又曾经担任 二十六岁都当过 通用汽车的副总裁 所以他其实是 他最近在全世界跑 就在谈各个国家 你们的经济 要跟中国脱钩 他管的就是这一块 然后怎么样跟美国合作 所以今天他来 当然是谈经济嘛 我不需要讲 他可能 我说他可能对李登辉先生 也不是那么熟悉 因为他不是管搞政治 如果美国真的是要找一个 找一个来调念 是搞是这个政治议题的话 那应该找那个管政治的 或者管公众外交的次卿来 所以这个很明显 而且他这是团体 还有一个商务部的助理部长 是史德夫 那也是一样 只是我们现在一开始 先把那个框架建立好 接下来再由美国的贸易谈判署 来谈判 他是把那个位阶拉高 综合性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开始 那我觉得国民党硬要说 哎呀中国没有对话 真的没有这个必要 你永乐市场 穿菜也很多人在那儿生鸡 你一个人站在那儿看的吗 对啊 那美国 AIT就会做个广告 连永乐市场的租商都不凡美租 你怎么办啊 我们来看国民党现在真的是进退维股 没有要去AIT的午宴 又没有去整海峡论坛 现在将启程机房 回头要见AIT 那这篇报导里面是9月16号的 讲到当时为什么才凑五个 这个外交委员会的国民党立委 为什么约五个都约不满 所以直接说时间瞧不拢了 要团进团出来拒绝 那其中就传出一个理由 我觉得很陷阱就是有区域 人会说他英文不好 宁可在选区多跑三拖 这个很务实 但是人要跟你交接 而且是重要的官员 想要来了解一下国民党的想法的时候 你就不要开口坐在旁边 Good morning就好了嘛 Good morning总会讲的啊 对不对 结果发生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好像是在网路上 引发很大的这个 你看连江启人都说 AIT官员中文也不错嘛 怎么会搞这一趟 台语也会讲 台语都会讲 连台语都会讲啊对不对 真的 所以这个趋励率是怎样 所以就被骂 所以网友是不是跟着昏了 怎么叫做英文不好 对啊 就是说你不去的理由 其实他们当初不去的时候就有骂 因为他们当初是这样 他们不去AIT的餐会 然后那时候是 硬的要去海峡论坛 大家知道 嘴巴上国民党说我们是什么 亲中 亲美和中 和你个头 你就是反美亲中 就很清楚 所以你不去AIT的餐会 你那时候就哈得海峡论坛 他们也不敢反美 他们只是太想亲中了 结果被中国打了一枪 说你来求和以后 现在好吧 那平安磨磨磨磨 然后网路上罵翻以后 他们就觉得说这样不行 所以就主动释出讯息 就是先说 我们当初不去 是因为我们英文不好 这种鬼话也讲得出来 这搞定 这个是笑到人家 而且那时候刚好是7月 你知道吗 然后现在又说 10月要去参加 美台国防工作会 所以怎么样 现在英文又好了 他们大概经过 两个月的集训以后 原本英文不好 然后江启臣帮他们 找一个集训班 然后大家念英文 所以他们决定 10月以英文好的程度情况下 要再去跟美国 所以基本上也要糟糕 我说国民党这种 老实讲 在野党你本来就是应该 要扮演反对 忠诚反对党的角色 所以对于政策上 你应该要做好更多的准备 然后去质疑执政党 这最为你下次执政的准备 但是现在国民党就是无人心 刚才大家就说 无人心而且没有节奏 而且根本也没有一个 领导统预的机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就像个无头苍蝇一样 比如说去抗议美猪的 我刚刚讲 陈运生他们这一些 事实上也没有整个党团出席 如果你们是党团立场说 好我们国民党团 要以抗议美猪的方式 你应该是整个组出去 结果也是整个散兵游泳 就几只猫 然后四处就乱窜 就让人家看起来 好像流寇一样 就是你明明就是 他明明是个正规军 你打仗应该是正规军 集体国民党 派主席派出来 整天走 现在不是 现在好像流寇 一下这边出现一下 一下那边出现一下 然后突袭的感觉 就让人家觉得说 这个党已经失去了节奏 你今天是国家最大的反对党 你不是那种小党 不是那种阿萨布鲁的小党 可是你的整个这个行为的 脱续的结果 他难怪他的民调 现在一直拉不起来 今年以来都只有十几% 一直冲不过二十%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一个节奏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这些立委 也有各怀鬼胎 你比如说陈运生 有人说为什么 他最近声量那么大 一种是全国知名的人 为什么还要一直出来刷存在盖 有人说他要选拳政策了 他现在建制的是金门县 因为金门县的选民比较深蓝 所以他这一招对金门县是有效 可是你要了解 你对金门县有效 不代表国民 就是你得到的金门县 但是你害的可能是整个国民党 在台湾的形象 所以然后主席也没有一个力量去制止 主席没有办法说 陈运生拜托 你要选拳 你不要来乱这边 所以我说整个 已经乱了方寸的结果就是 这个党就一路这样子沉沦下去 所以到底 就你所思都到的讯息 是陈运生他们那些人 自己要去抗议这个 美国代表团的时候 主席是不知道的 我没有说 我是研判 因为江启臣没有出来讲什么话 如果刚刚其实罗伟宥有讲 如果你是以国民党动员的状况 那我可能这样 你拉得这么拆 这种拆拆的 国民党不可能什么拆拆 对啊 怎么可能那么拆拆 所以我认为 江启臣又吱吱吾 语焉不详 所以没什么可能 刚刚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讲那个国民党委员说 不敢去AIT说语言不好 AIT上一个 那个高雄的分处长 那个欧瑜伤 他离开的时候 他是七月底离任的 他离任是 全程台语说告别言说 台语不是英文 超接地气的 那你不要讲英文不好 台语都可以跟你交通 我觉得 这就是我赞成 下次国民党说 国民党认为说他们台语不好 所以不敢去 我去练一下台语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国民党 确实是这样 他已经出现了一个四分五裂 然后各自为政的一个状况 然后我常常讲 国民党现在两个方向 会造成国民党未来越来越严重 第一个像陈玉珍 这样的人 我就说他国民党 就是说韩国瑜化 或者是新党化 这种为了绑住森兰的人 让他未来选举越来越好 一戳国民党就被这样的绑住了 所以国民党失去了 真正跟民众对话的能力 只能在深栏里面取暖 只有这样的人 另外一种就是国民党的这种 轻中化 他的路线 你看江启臣很努力的 想要摆脱九二共识的这样的魔咒 结果你看马英九出来讲 然后这些大佬 老先老伯伯出来讲 又Q回去了 他轻中化这个东西 又跟台湾的民意不合 并行说你两个路线 你这样的路线下去 我们是站在说 希望有强大的反业胆 有一个好的反对党 这可是有望批准 卖给台湾的MQ9B 死神无人机 美国五角大厦 启动的堡垒台湾计划 拟定对台湾出售七样武器 而根据美国CNN新闻网站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说法 川普正让这项计划实现中 我的关系和总裁 她是一种超级的一样 我们爱一样的一样 但如此一来 川普跟中国领导人的感情 势必神变 立即停止美台官方往来 中方将根据形势的发展 做出必要反应 其样武器除了MQ9无人机 还包括反登陆作战的 海马斯火箭系统 而这样计划估计需 缴出176亿台币 让美国在东亚 一次达到多样目标 Bolton alleges that Trump turned the conversation to the coming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alluding to China's economic capability and pleading with Xi to ensure he'd win 美国前国安顾问波顿 早前发的新书 曾爆料川普亲中 又认为台湾只有比肩点大 但我们看看美国在东亚的 几大干妈 南韩台湾首当其冲 北韩中国也榜上有名 但从2011到2015年 台湾对美军试用品的花费 可是全球排名第六 如今不只从台湾这 拿到军售大单 增加了第一岛链的防御能力 甚至还在政治上 顺应了反中国的民意基础 消息仍在暧昧空间 美国的下一步 正跟中国的反制行动紧密牵扯 好我们来看一下 一渐疑国 川普可以帮国家赚钱 台湾的防卫力也能够大幅的提升 究竟要卖我们什么 这几项武器有什么特别性 先是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政府有意出售 台湾七种军事武器 重点是他讲什么 规模罕见 台美双方都没有特别表达意见 但是CNN报道 有国会助理证实美方准备 打包出售七种武器系统给台湾 还不清楚国会什么时候 会收到通知 打包的这个估计经费是六亿美金 和台并一百七十七亿 有哪一些呢 无人机这个讲一两个礼拜了 反舰飞弹等等七种武器 反舰飞弹有什么特别的 这个是远程的空对地飞弹 这个军事名称蛮恐怖的 有死神 这是无人机 有高机动性多管火箭发射器 陆机余叉 反舰飞弹水雷 最重要的是波音制造的 AGM-84HK SLAMER 空对地飞弹 臭下 这有多厉害 是不是代表美国突破过去的这个原则 卖给我们攻击性的武器 我国军现有F16战斗机 就可以携带这一款飞弹 飞去哪 要飞去哪 基本上美国现在给我们 首先这些武器都是过去 我们一二十年来 曾经向美国表达 我们在一个战略部署上 有需要的武器 但是美国过去的时候都是 给你一点或给你怎么样 给你的状况 这一次的特殊性是说 他一次有考虑过去所谈过的 或怎么样的 全部给你 那这给你的话 他真正在阻力的是什么 美国是说 从我们过去对于中国的这种威胁以后 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防卫的概念 就是源头攻击 源头打击 源头打击 所以你刚才讲的 所以你说的防卫是指源头打击 源头打击 不是攻击性 就是比如说 都一样的嘛 给我们那个死神 海上卫士 对不对 是当眼睛 眼睛是做什么用 就是把那个暗制型的鱼叉飞弹 布在那个 他可以在公路上走 在这个 整个西边 所以你中共 如果你军舰 战舰越过台海中线 我们就可以用鱼叉飞弹 但是在海上 谁帮你看呢 就是那个四架五龄机 死神 然后这里面可能考虑的是 标枪飞弹 托式飞弹 那个是你登陆的时候 摊案揭灭 里面给的就像A进巴斯 或者是刚刚讲的那个 哈马斯多管火箭 它的射程是可以 直接在我们的 近岸的时候 直接打到福建 打到平潭 就是让你那个攻击性武器 你没有资格 包含是一个反辐射飞弹 或什么的 让你直接在摊案 你没有第二波攻击 只要你对我不利 就没有第二波攻击 所以其实美国就是 这个部署就是 把我们的防御线众生 拉到了两百海里 那我们空对地呢 空对地有什么要买 我们又不去登陆 我们干嘛买空对地 因为我们曾经也尝试 学那个 你知道最近以色列 我们尝试去练习 我们也尝试 有一个叫建祥计划 就是学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 哈比无人机就可以直接的 用飞机里面 去攻击对方的雷达 攻击对方的指挥中心 这个空对地是说 我们不是去摧毁 他们的人民 不是摧毁他们的人命 而是他对我们的雷达 他们的指挥中心 他们的战管中心 我们有人力 我们F16不用经过台海中线 直接把你摧毁 摧毁之后他们就没办法有第二波的攻击 所以我们是要摧毁他们的攻击 所以叫做源头打击 我们的国土就对了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攻击 最好的防御就是攻击 但是攻击不是侵略 我们台湾是不是就滴水不漏了 其实基本上这个也不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说它其实是一个战略上的一个宣誓 因为你说这样的一个武器 买下来之后 你能够打几次 能够打几发 但是就告诉你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实力 是做一个战略威吓 不轻易的跨雷池一步 对不对 好那今天同时间有一个国防秘星出来 说台美联手贺阻共军的这个进犯 2013年有三位退役少将 美国上将来台宪车 你说不是2013年而已 更早之前美军的退役上将 就不断的在台海之间穿梭了 所以我会有时候常常觉得说 国民党很奇怪 这些很多事情是国民党参与过 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谁当总统 是马英九 然后这个克莱尔 是通过那个地区舰队 太平洋司令 而且他后面 到太平洋司令卸任之后 他还曾经当过 美国NSA的局长 所以他在美国 绝对不是普通的一个上将而已 他还当过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 所以他这样一个人 然后事实上 在2002年的时候 我们他就讲说汉光演习 其实在2002年的时候 美国就已经不断提醒一件事情 台海战力失衡 那失衡之后 对台湾的一个 怎么去做一个部署和了解 2002年的时候 当时的时候 还不好直接派来 所以他们当时的时候 到了20... 开始讨论这件事情 2003年的时候 美国就用一个叫做撤侨计划 如果台湾受到攻击 台湾受到战争的时候 所以在汉光演习的时候 他们用撤侨计划 降临 就穿着便服来到台湾 而且进到恒山指挥所 恒山指挥所里面就已经帮他们准备降临过来 所以2004年克莱尔就来过一次 那时候是穿便服 600多个 60几个退休的军官 用退休军官的名义 都来不断的协助台湾 所以每一年都有 2013也有来 但是来了以后 其实那一次的克莱尔 他其实在乎一件事 2013年的时候 那时候他们给我们的建议 是说面对现在的一个局面 所以台湾就是像他们麦克风武器一样 海空和陆军的比例改成4比1 以海空为主 在海防空防 掌握海优空优 这才是台湾的 但是马英九那个时候 你会记得马英九那时候 六分钟护医生 或什么样的 这个海关演习 六分钟就跑掉了 用那个罐头音乐 马英九那时候的部署 他们觉得不合理 是1比4 马英九一直限缩海空 然后买的一些东西 都是陆军的 他是要打贪头战是不是 那这变成是贪案 贪案的故事 要歼灭于这个 对 歼灭于这个 所以那时候他们那一次 2013 2014来的时候 那有跟我们的军方 在讨论这些问题 或什么样 他们那时候要的东西 就不是了 他们就一直强烈的劝我们 你们应该是4比1 但是会看到最近的西向军 或什么 最近川普上来的 卖给我们的武器 就走向以海忧空忧为主 因为你就早就有了海忧空忧 才能让台湾本岛的损伤 变得最小 那时候马总统就觉得说 我跟中国做好朋友 我就不用花钱买武器了 对啊 所以六分钟呼吁声 好 我们来看 其实中国现在紧张的 不只是台湾这边不断的骚扰而已 这个印度跟日本也有 不过他们对印度目前的战略 还蛮有意思的 孙子兵法里面的心理战事 要让他们想家 现在大家都说中印冲突 从六月到现在多次的冲突 那其实大家要知道 中国虽然是一个霸权 然后戏格也四处为敌 可是印度虽然整个国力 没有中国枪 他没在怕他 为什么你要知道 那边是所谓的那种高原 五千公尺高原 其实印度他早就做好了准备 我们先看 这个海峡五千公尺的高山 如履坪地 应要有所谓的特种部队 所谓的边境神秘部队 这个东西这是当时 因为上次六月有个冲突 然后来他们死了一个印度的士兵 那个士兵其实是西藏流亡藏人 然后所以大家注意看 这个他们当时在上里的时候 这边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西藏的雪山士之情 他拿出那个西藏独立那个棋子 所以他们其实在1960年 中印冲突以后 因为就是因为当时印度 不是没有那种高山作战的那种经验 所以他们后来 经过这一场失败以后 他们在这边组了一个 所谓的SFF的那个 所谓的高山部队 剑步如飞 所以这一次不小心 那个过世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部队 那所以 印度因为占据了制高点 所以相较之下 中国其实是处于劣势 那所以中国处于劣势没关系 因为他们你知道 他们是孙子兵法都读得很 当时印度不是没有那种 高山作战的那种经验 所以他们后来 经过这一场失败以后 他们在这边组了一个 所谓的SFF的那个 所谓的高山部队 剑步如飞 所以这一次不小心 那个过世的那个 就是所谓的这个部队 那所以 而且现在印度因为占据了制高点 所以相较之下 中国其实是处于劣势 那所以中国处于劣势没关系 因为他们 你知道他们是孙子兵法 都读得很熟 所以他们现在 不然都要跟他们来印的 就来这个 就是刚刚新闻提到 中印边境的 他们现在四面主 他们用这个方式 播所谓的印度歌曲 那印军觉得很奇怪 其实这一招在196年用过 那现在又来一次 那所谓的四面楚歌 就是他们就放那个印度的音乐 然后放那些舞曲 可是网友就觉得不对 因为人家四面楚歌 当年是刘邦为项羽 是已经包围了以后 你已经站在上风 你希望对方放下 就是投降 所以才用四面楚歌 现在是一面硬歌 你才一面 你没有四面 你放印度歌 这第一个 然后网友说 对 然后电话说 放印度歌是干嘛 因为印度人听到歌 是不是就跳舞 然后那么累了以后 再来攻击 就是半开玩笑 所以这个东西 网友都把它当作是一场笑话 那当年 这个故事真的是 所谓的四面楚歌 是当年 我刚才讲 刘邦跟项羽 因为原本签了一个协议 所谓的楚河汉界 但刘邦片面毁约 然后追击项羽的部队 一直打到该下 然后因为是被追击 所以就围在那边 那因为 其实项羽本身的军队 还是很强 所以当时是因为刘邦的 军师叫张良 他会怕 所以按兵不动 可是又怕 所以他们最后就想出这一招 唱歌 所以他们那些阿兵歌 就唱了楚歌 然后去感动 然后让那些楚国的士兵流泪 最后 大家如果看金剧 霸王别姬就这个时候 出来了 鱼姬这时候就 他就说他不要造成 楚王的压力 所以他就先自吻 然后楚王这时候觉得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骑了马一路到了哪里 到了乌江以后自吻 这个故事那么的感人 结果现在被他们搞得 就是好像 一面硬歌 好像个闹剧一样 一面硬歌 所以我说中国真的乱了方寸 那这个也凸显说 印度没在怕你 鱼姬这时候就 他就说他不要造成 那个楚王的压力 所以他就先自吻 然后楚王这时候觉得 无言面对江东父老 骑了马一路到了哪里 到了乌江以后自吻 这个故事那么的感人 结果现在被他们搞得 就是好像 一面硬歌 好像个闹剧一样 一面硬歌 所以我说中国真的乱了方寸 那这个也凸显说 印度没在怕你 不要动作是你 好像你霸权 全世界都在怕你 最后印度没在怕你这村 不过放五曲是不是表示说 目前没有再拉高冲突的准备 对不对 是不是有这个可能性 你是印度的军人 所以印度军人听到莫名其妙 现在是放五曲是怎么样 就很像 当初北韩军队跟南韩军队 南韩军队放所谓的少女 实在给北韩军队听 大家听着一头 文化攻击 人家当年四面楚歌是让他们私乡 想到自己的家乡流泪 你现在放五曲我也看不懂 他们大概我整身都去出了 你看得懂麻痹书长 这个东西简单讲 就是中国其实在中印边界上面 他其实攻击的能力有限 可是他不能软 就不敢硬 怎么办 只好只好用这种方式 以拖待变 刚才讲 就是你说他孙子兵法四面楚歌 这也其实也是毛泽东的兵法 叫做敌进我退 敌退我走 就是跟你耗持久战 但是现在冬天要来了 冬天要来的情况之下 你在这个边界上面 我要耗持久战 我又不能再起冲突 让放放哥 大家放轻松一下 这样子 然后让这个战争的战场 继续延续 因为你要知道 那个中国的补给线 你现在看到地上 太长了 他中国根本没有办法 从那边真的发生战争 可是印度也不会短 可是印度相对而言 那个地形没有那么复杂 印度这样过来 就是一个隧道都通了 他有高速公路 高原公路都通了 中国没有办法 他只有高原轰炸 所以他最近还发布了 那个一个影片说 我们在高原有轰炸 我们有那个演习 告诉印度说 我们可以轰炸 可是你想想 那个在雪山上面 你轰炸死自己人 再炸死印度人 你玩得起吗 很容易悬崩 所以这种又是宣传 然后再来就是拖持久战 明年再说 拖着要干嘛 至少度过冬季 至少度过冬天 明年再说 他们度过